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报告还首次明确指出 人类活动对气温升高负有全部的责任 星期一报的报告是234位世界级科学家吸收了几千项研究的成果 报告结论得到了195个国家代表的首行 距离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帝约科会议 还有不到三个月 这份报告的结论扣建了强劲的全球共识 报告指出 自从19世纪以来 人类通过燃烧化石燃料 获取能源 导致全球温度比工业化前的水平高出1.1个摄氏度 而在未来20年将继续升温 戒时将比工业化前的水平高出1.5个摄氏度 全世界各地极端天气的出现 将变得更加频繁和明显 今年夏天北美的持续高温 西欧和东亚的暴雨洪水 西伯利亚地中海地区的森林大火 只是这种未来的预演 据美国CNN的报道 随着疫情的蔓延 美国已经出现了去年12月 秘鲁首先报告的拉姆达病毒感染病例 目前美国已经有1,000多例 由拉姆达病毒的感染造成的病症 另外美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 创下6个月以来的新高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院长 厄林斯昨天表示 美国正在贫磷崩溃 厄林斯在美国广播公司的证论节目上说 的确我们不应该落入当前的处境 在这方面没错我们正在贫磷崩溃 最早在印度发现传染力很强的病毒变种 Delta 导致美国疫情的加剧 每日新增确诊已经攀升至11万8,000多例 创下了二分以零的新高 加上越来越多的有同染疫 美国境内如佛罗里达州等地的儿童医院不堪负荷 在奥运会闭幕后 东京报告了458例 与这项体育措施有关的冠状病毒感染 星期日又增加了28例 自从7月1日以来 日本方面对这些数字进行跟踪 上个星期四日本宣布了更严格的措施 而压制日本的感染人数 在奥运会期间 病毒感染人数迅速增加之后 已经将东京实施的紧急状态 扩大到其他8个地区 东京夏季奥运会已经在星期日结束 残奥会将在8月24日开幕 中国跳水运动员 全红蟾在东京奥运会上以历史最高分数夺冠 但是德国奥委会主席就批评中国派出儿童运动员 并强迫他们在很小的年纪就进行体育训练 德国奥委会主席霍曼 8月7日在接受《图片报》的采访时候 以全红蟾为例 说他明确反对奥运赛场上出现的儿童运动员 霍曼说 我不想知道这个中国女孩三岁五岁或者八岁时候的生活是怎样的 但是我认为 如果必须考虑这种培养方式 你就必须对她持有批评的态度 外界认为 高台跳水是最需要苦练的项目 运动员必须完成成千上万次的跳水 才能够达到好像全红蟾一样的水平 不过本届奥运会上德国代表队也有一名滑板运动员 和全红蟾同须也是十四岁 另外有一位德国网友指出 1992年巴塞罗纳奥运会上德国队游泳运动员 范·艾尔姆西克的年龄 也不过只有十四岁 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上周在官网通报 8号零时至24时 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直轻市 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病毒确诊病例125例 江苏、扬州、河南、郑州成为疫情中心 14个月零确诊的武汉 就完成了全市一千多万人的核酸检测 只发现了9个确诊病例 中国普遍实行大规模的核酸检测 但是也有风险 江苏省扬州市纪委监委8号发表通报 说当地有核酸检测站出现了交测感染 造成23人确诊 早前 网络上亦曾经传出 扬州核酸检测站 现场涌极混乱的视频 另外 南京在这次疫情中首次实现零新增 昨日并没有新增的本土确诊病例 这是自从7月20日 南京六口国际机场出现首批确诊病例以来 南京首日实现零新增 另外 在澳门在上星期出现新冠确诊病例之后 展开了全民检测 所有检测结果都是阴性 澳门本月3日通报新增了4例确诊病例 决定隔日起为全澳市民做核酸检测 这项全民检测在7日结束 中国原卫生部长高强8月7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 评击英美等国家将政府防疫失策 赖了病毒变异 并称中国必须坚持严格防控 必须打笑和病毒共存的想法 文章中写到 最近一段时间 世界很多国家的新冠疫情出现急剧的反弹 新增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大幅攀升 美国经年一日新增10万多例确诊病例 全球4个星期内新增确诊病例接近400万 以至于世界卫生组织经夫疫情近乎失控 他说 单纯依靠疫苗接种的抗疫模式 追求所谓的同病毒共存 导致疫情的再次氾滥 高强说 这是英美等国政治制度缺陷导致的防疫决策失误 仍是推崇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必然结果 在英美等国家同病毒共存的诱度下 不少发展中国家也放松了疫情的管控 导致全球多个地区出现了第二波第三波疫情 对于高强在文章中提出的观点 有网友在微博上表示赞同 但也有些人认为 应对疫情采取开放还是封闭的方式 是一个科学的问题 应该用数据来讲话 不应该进行政治解读 还有些声音质疑高强本人是不是深存科学精神 他文章中主要强调的是政治而不是科学 有评论指出高强的文章是和中国专家张文宏唱对台戏 因为张文宏曾经主张和病毒共存 河南郑州上月20日 暴雨加上水浮泄雄造成了水灾 带来严重的伤亡 当局通报说一共有302人死亡 50人失踪 其中郑州292人渔滥失踪47人 但民间质疑官方的数据 有大陆网友常传的空中照片显示 当地一座广场已经成为浸水车的坟墙 物质质排满了近4000多架 不少海外网友质疑 郑州水灾到底死了多少人 据大陆媒体东方网报导 8月4日 航拍郑州洪灾后浸水车停放地点 浸水车默默摆放 整个停车场有超过4000辆 极为震撼 这些车辆 由于泥水浸泡 很多车的车体 外观严重受损 不过 至今官方只是承认拖出近300辆车 发现了6名遇难者的遗体 但网友对官方这些数字表示质疑 另外日前郑州深夜出动防疫车消毒 据说是为了防止病毒的传播 巴黎奥运会的logo突然火起上来 有网友表示 好似中国电视节目主持人鲁宇 鲁宇标志性的发型 是两者相似的主要原因 其实巴黎这个所谓logo 就是会费 早在2019年10月22日 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会费 就已经公布设计中拥有了女性的元素 据巴黎奥运会组委介绍 会费是金色的圆形 是奥运金牌的形状 体现着运动的精神 金牌获得者是奥运英雄 同时也体现了人人争夺金牌的奥运精神 奥运火锯是奥运会和残奥会的标志 体现了奥运精神的代代相传 而玛利亚纳女神是法兰西共和国的象征 代表着欢容、勇敢和充满创意 同时女性的形象代表着巴黎奥运对女性参与运动的重视 一九零零零的巴黎奥运会首次允许女性运动员参加 中国演员、乡村爱情借大脚的扮演者 于月仙在八月九日 在内蒙古阿拉萱泉拍片的时候 不幸发生车祸去世 据知情人说 出现意外之后 因为伤势太重而宣告不治 于月仙的表者是玛丽娟 而玛丽娟是赵本山的现任妻子 于月仙的弟弟也在本山传媒中任职 最后看一条荷兰华商的消息 8月8日是东京奥运会闭幕的日子 同时在荷兰斯基布机场旁边 一家叫Hotel Ritz的酒店开幕 也在这一天正式试营业 这家酒店其实对于华人来说 一点都不陌生 它是荷兰一家华商集团的产业 2015年获得了建筑许可 并且获得了经营博彩业的执照 当时是世界经济从上一波经济危机中 复苏的年头 在一块杂草重生的空地上 酒店在2015年年底奠基 场面非常热闹 好事多忙 当工程费要进攻的时候 进入了装修阶段 但是2019年年底 来世空空的新冠病毒 导致世界经济瘫痪 工程被拖延了 荷兰地方媒体 无视疫情对经济的影响 发出报道说 酒店迟迟不开门营业 只有一座空空的大楼 引起了市政府的不满 还说当地人说这是一间鬼酒店 另外因为酒店最后定名为Hotellus 和原先设计的名字不符 荷兰媒体就自作聪明 认为酒店换了老板 但是日前酒店方面 已经向荷兰地方政府和媒体 作出了澄清 事实上已经建好的博彩大厅 就是在荷兰疫情形势许可的情况下 在2020年7月已经对外营业延续至今 现在酒店和铝业部分也开始试营业了 目前世界疫情仍然在蔓延 荷兰的餐饮业业仍然饱受重创 是受影响最严重的行业之一 荷兰政府和媒体也是清楚的 但是荷兰华商继续承受各种压力 在疫境中前进 好,今晚的新闻报告到这里为止 我们明晚再见